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直播 因為之前呢在上個月的時候我們直播了一個對抗肌少肥胖的這個主題 獲得非常好的回想 然後當天我們也收到了很多的問題 讓我們的小編呢回覆到有點崩潰 所以今天呢乾脆就收集了大家最常問的前十大問題 一次來解答 好 那小編我們今天要準備什麼問題咧 在說問題之前我們要先公告今天的好康 今天的直播一樣有準備超級好康給大家 那這邊跟大家說明如何獲得 即日起至10月4號完成我等一下會說的三個步驟 分別是第一個追蹤癌症關懷基金會FB的粉絲專頁 再來是在這邊直播下面留言互動 並且要tag一位好友 最後最後最重要的就是要按讚並且公開分享這一次的直播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有機陰嘴痘總共有600公克的一包喔 沉澱店的一包喔 對對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獲得的話 等等直播一定要認真聽認真回答我們的問題喔 好那我們先來講一下就是在7月份的時候有一篇最新的研究 已經發現說如果確診新冠肺炎的人呢發生機少症的這個機會是48% 所以在上一次我們在講這個機少肥胖的時候呢 不只是年齡會影響到機少症喔 現在連新冠肺炎都會增加這個機少的風險 所以因此呢我覺得現在確診數這麼多嘛 然後加上每個人都會老化啊 所以機少症呢是每個人都勢必要來學 怎麼樣對抗這個機少症的發生的 那不免俗呢我們先來複習一下好了 在上一次的直播裡面呢我們提到說如何對抗機少肥胖 要從兩個方面來進行 第一個就是飲食第二個就是運動 那飲食的部分呢如果說你合併有肥胖過重呢 想減重的話一定要先從修正你的熱量 所以熱量呢每天至少要減少500大卡 這樣子呢才有能夠幫助你慢慢的來達到減重的效果 另外呢機少的部分就要提到說蛋白質的攝取量囉 很多的研究告訴我們說老人家在蛋白質的這個吸收利用率呢 是的確比起年輕人來的差一些的 但是不用擔心後來發現呢只要給予比較高量的蛋白質 他的肌肉還是有辦法增長回來的喔 所以在這裡呢如果要對抗機少症的話 蛋白質要稍微提高到每公斤體重1.2到1.5克 那所謂的這個1.2到1.5克呢 不是指說我的肉秤起來有幾公克就會有幾克的蛋白質喔 這是不一樣的 在營養學來看的話呢 其實我們把它換算成豆魚蛋肉類 這個高蛋白食物要吃的份量直接幫大家算好了 你呢找到自己比較接近的體重公斤數 然後對照一下每天的扣打要吃多少份的高蛋白食物 那你就稍微記住這個範圍 然後呢把它平均分配到你的三餐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所謂的高蛋白飲食了 OK? 那如果說真的你還是不太了解飲食的部分該怎麼做 其實也可以回頭去看我們上一次的直播內容 那小編呢會很貼心的幫大家把上一次的直播連結放在留言區 所以如果說你找不到就在留言的地方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上一次的這個網址 好那再來提到運動的部分應該怎麼做勒 最好當然就是要中高強度的運動囉 那如果以中等強度大家的那個耐受度可能會比較好一點的話 輕壯年至少每週是要達到150分鐘的 那如果說像老師這樣子已經達到中年了 或者是說跟引髮族 或者是你想減重的人 那你的這個每週的分鐘呢就要Double 也就是說每週要300分鐘以上 那這樣子除下來一週七天的話 至少每天都要運動45分鐘左右喔 所以不算少 那你如果一天不運動隔天再補回來 那那個分鐘數可可能就會蠻長的 所以建議大家天天動一動吧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上一次對抗肌少肥胖的總複習 那想了解更多就去看上一集的直播喔 沒錯沒錯 那今天也是教師節 對今天已經收到很多的那個祝賀就是教師節快樂 對對對因為營養師也是營養的各位營養的老師 所以我們也要一起來歡慶這個節目 那今天的直播我們就不要太heavy 我們點了很多好吃的猶太料理 好的 今天不要說叫 是不是 會有一點點少少的招學在裡面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認真聽 好 那等一下請老師跟我們邊吃邊聊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料理是來自猶太社區中心 JCC的猶太節食料理 那讓我們看一下30秒的料理介紹 猶太社區中心是由四星集團董事長薛志偉所建立的 在2021年底開幕 目前成為在台猶太人生活的新據點 也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 餐廳使用經過Culture認證的食材 Culture認證代表著世界最高級別的品質 與絕對的純淨天然 Culture結石更被紐約滾石雜誌稱為 近十年來最熱門的飲食蜂巢 透過剛剛的影片大家有沒有對這個猶太料理 稍微有一點點認識呢 我也是第一次來去體驗這種料理 往常的直播都是要嘛就是我做菜 要嘛就是我講解營養知識 今天居然有這麼好康的 我可以來試吃 來幫大家開箱一下所謂的 猶太料理 我看到滿桌的五顏六色 就覺得心情特別好 我們要先從哪一道開始 在開始之前我們要強調一下 今天的餐點完全沒有業配喔 所以等等的講評 老師也是會公平公正的 會有營養講評跟美味講評 那我們首先看第一道料理好了 那應該是在大家 左手邊 對 左手邊那邊 第一道料理叫做 熱情活養花園 它是使用香烤茄子 搭配中東的芝麻醬 石榴 風乾番茄跟大蒜 去組成的 可以請老師試試看 所以下面這個是茄子 蠻特別的 它是茄子 很軟耶 一切就斷了 很不錯喔 這對牙口不好的老人家 也是一道不錯的料理方式 滿適合的 滿適合的 那大家注意喔 等蘇伊老師這次品嘗過程中 我們的互動問題就來了 想要先問一下 大家平常有沒有什麼固定的進食順序 例如說可能先吃菜啊 或先吃肉啊 這類的 歡迎大家先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喔 很好吃 真的嗎 吃起來是清爽的耶 因為它看起來上面有一些醬 然後又 剛開始會覺得以為是焗烤的感覺 對對對 對看起來啦 外觀看起來好像經過焗烤的樣子 所以芝麻醬不會讓它太油膩 不會因為它 淋的醬料並沒有很多 所以不會讓人家覺得太過油膩 好 所以要來評分一下是不是 要要要 好的 今天的評分會針對兩大項 一個是美味 然後一個就是營養 從營養師的角度來去看的話 好 所以是總分是幾分啊 0到10分 0到10分 然後有開放小數點對不對 對小數點到第一位就好了 小數點到第一位 好的 9.127這樣子 老師要認真 要謹慎的給分 因為我們今天有四道菜 好 我會公正的去評分 對對對 好的 我覺得有到 OK 然後營養的部分 嗯 好 OK 評分完了 喔 這麼高評價嗎 對 兩個我都給9.5分 因為真的吃起來很清爽 然後 本身我是很喜歡吃蔬菜水果的 所以剛好這一道呢 上面有點綴一些 剛剛說是風乾的番茄嘛 對對對 所以上面有一點吃到 番茄的酸甜 然後下面又吃得到那個 茄子這樣子 軟綿的這個口感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 有蔬菜又有水果這樣子 那口感上非常好 然後下面是軟的 上面呢 則會有一點 番茄的這個 清脆的口感還保留在 然後那個芝麻醬呢 就畫龍點睛啊 帶出一點這個 調味 這樣香香的 然後有點 痠痠然後鹹鹹的味道這樣子 喔 所以這是蠻多層次的一道料理 對 很多層次耶 我覺得還蠻 跟我眼睛這樣外觀看的感覺 不太一樣的 真的喔 他是前菜有給這種高評價 確定嗎 對的 這一道我覺得很好 我很喜歡 好的好的 那老師我這邊也想要問一下老師 如果想要預防肌少症 請問禁食上面有建議的順序嗎 我也蠻常被人家問順序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會說老師是不是要先吃水果 或者是說減重的人是不是要先吃菜 那如果是肌少症的人可能就會說那我是不是要先吃蛋白質 所以我覺得在各種的這個不管是預防疾病上面都會蠻常被問到進食順序的 但老實說呢 營養師的角度並不覺得順序有這麼重要 原因是在於說我們吃東西大概也就是30分鐘上下啦 那你如果真的要把這個時間拆分成說我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飯的話 就很容易擔心說會不會有這個這個順序上其實都30分鐘之內就會進到肚子裡面來了啦 所以差異性真的不太大 然後再加上東方人的這個飲食習慣可能都是和菜嘛 所以你一定是飯然後就配著桌上的可能蔬菜吃啦 或者是下一口可能又吃個魚吃個肉啦 然後配著米飯一起吃下肚了 所以我覺得要真的把它獨立分開 每個有自己的時間的話有點難度 然後這樣可能也會影響到你的美味程度 然後再來就是30分鐘都一樣下肚啦 所以它都會在你的胃裡面做了mix 所以我覺得在順序上就沒有這麼重要 可是如果說你是要針對預防肌少症來說的話 飲食的內容還有三餐的平均分配是很重要的 喔了解了解 所以基少症的部分順序就沒那麼強求 是順序沒有強求 那我們接下來就不強求的進入第二道前菜 好喔 第二道還有一道前菜 老師你猜猜看是哪一道 提示它是一個非常馬卡龍的顏色 馬卡龍 因為每一道都蠻繽紛的耶 馬卡龍喔 比較像前菜的話 因為一個是披薩一個是魚嘛 它看起來比較像是主菜 對對對 所以呢如果要講前菜我會猜這一盆 沒錯 這一盆是什麼 沒錯沒錯 這一道菜名叫做彩虹鷹嘴豆泥 它是使用豐富多彩的各式鷹嘴豆泥口味 那口味包含了經典的原味 主廚特製風乾番茄 以及燕紫菜根等三種口味所組成 那它另外還有附佛卡夏可以一起搭配 喔所以它是配著這道麵包吃的 對對對 OK 好所以這是鷹嘴豆泥耶 然後有三種口味 它居然有三個顏色 一個是番茄調出來的 對對對 就是這個比較橘色的 對對對 然後紫色的那個就是甜菜根 對對對 喔好喔 很特別耶 那我們來試吃看看 所以它是要用麵包包包卡夏去沾來吃對不對 對可以搭配著吃 那今天是因為是外帶 所以就是只能用比較醜的盒子 但是在店內是非常好看 也是會這樣子擺盤出來的 喔好喔 今天的擺盤可能沒有像它現場這麼美啦 因為我們是用外帶的嘛 對疫情限制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先不要外食這樣子 好 我先來吃吃看甜菜根的好了 好好的 好喔 所以是要給老師吃東西的時間 是不是 因為正中午了嘛 所以大家現在正在吃什麼呢 可以拍個照給老師看嗎 小編媽媽今天幫小編帶素食料理 喔 你今天吃素喔 對對對 對對對 是哪一個素 是那個Vegan的那個素食 還是說是麥當勞的素食 還是說是麥當勞的素食 欸很好吃耶 真的假的 我剛剛吃了甜菜根的 我覺得沒有甜菜根的土味 這很重要 我真的超討厭甜菜根 對 因為太多人跟你一樣都是不喜歡甜菜根的 然後就覺得有那個土腥味 那它完全沒有耶 所以吃不太出來那個甜菜根的味道 好 那默默的時間就一直過 然後老師把整盤的那個東西吃完 好我再來試吃另外一個那個風乾番茄的 對對主廚特製的喔 那在老師就是在品嘗的過程中 就是小編想先問一下大家 來個互動的問題 大家喜歡吃鷹嘴豆嗎 那大家吃鷹嘴豆的時候都是 你們會怎麼去做烹調 會做什麼料理呢 歡迎大家在留言處跟我們分享喔 對啊鷹嘴豆其實有很多名字耶 它有不同的別名 不曉得大家知道嗎 如果不曉得也可以留言 老師要不要說一下那個 紮糧行的小趣事 對啊 因為我們以前也都會推薦 還有就是上課的時候就是跟他們說 也可以利用鷹嘴豆啊 來露菜啊 然後跟你們米飯一起煮啊 然後很多人可能剛開始沒有聽過鷹嘴豆 然後我們也有特別講說他有一些別名 可是可能學員沒有聽得特別清楚啦 他就去雜糧行跟老闆說 老闆我要那個一斤的鷹嘴豆 還有一斤的雞豆 然後一斤的埃及豆 還有一斤雪蓮子 然後老闆給他四包一模一樣的東西 原因就是這些全部都是紫鷹嘴豆 OK 他有不同的別名 好喔 那大家都會拿來做什麼料理咧 我自己之前的話是有滷過鷹嘴豆 就有點像滷花生的感覺 滿好吃的 其實這道鷹嘴豆的那個泥 他真的三種都有他的味道耶 他是有區別的 所以番茄是吃得出有點帶酸的感覺 那我這邊想詢問一下喔 你覺得好吃嗎 那你覺得他的營養圖嗎 你願意給幾分呢 好喔 所以又到了評分的環節了 我來寫一下分數 美味程度的話 我覺得也有到9.5 那營養的分數我給9分 OK 這樣子 為什麼營養變低了 喔營養變低了 其實9分也很高啦 是說跟上一道比起來對不對 好的來解釋一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不管是麵包 或者是鷹嘴豆泥都很好吃 所以美味分數就 一致上都是算是很高的分數了 但是營養分數有比起上一道我給低一點點的原因呢 是在於說 這一道如果是前菜的話 我自己個人覺得澱粉的量有點多 他是比較高的 比方說麵包一定是澱粉類嘛 那鷹嘴豆泥其實也是粉質很高 所以他也就是傾向是澱粉比較高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澱粉加澱粉啦 如果當作是前菜那後面的主菜又有可能 比方說義大利麵啦 披薩啦這樣子的搭配的時候 你可能那一餐的澱粉量會稍嫌多了點 可是老師聽說鷹嘴豆蛋白質很高耶 它可以取代黃豆嗎 真的有人會有這個疑惑耶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非常好的 因為鷹嘴豆的確蛋白質要看跟什麼比 如果說跟我們比較常吃的白米飯來相比的時候 它的確蛋白質含量是高的 而且是白米飯的四倍 那我們來從營養學的這個 看它的營養成分的組成來看的時候 先講結論好了 鷹嘴豆不等於黃豆 那為什麼不等於呢 又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有點相似 只是因為他們不管在營養學的一份上面的重量啦 熱量啦都還蠻接近的 那再來就是說 它的三大營養素的組成上面呢 我們看到鷹嘴豆 三大營養素呢是以糖類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較高的 那黃豆呢 則是在蛋白質的部分比較突出 所以因此在分類上 我們在講食物分六大類 鷹嘴豆會把它放在全骨雜糧類 也就是跟米飯跟麵食是同樣的類別 那黃豆則是跟這個 豆腐啦肉啊魚啊是相同的這個類別 所以兩個分屬不同種類 那如果你要用來取代 可能是還比不上那個 豆魚蛋肉這麼高的蛋白質啦 好 所以鷹嘴豆跟黃豆本身就是不同類別 所以不能互相取代這樣 是的 好的 那那個煮前菜已經吃完了 我們接下來要進入主菜 那麼首先看到那個 有一整條魚的那一道菜 喔好 所以最前面的這一道 對對對 這道菜太氣派一定要先介紹一下 欸這道也很美耶 這道菜叫做魚鵝梳莊油蔬菜的梳 它是由風味師版 爐烤鱔魚搭配五彩焦糖化烤石梳 所組成的喔 好喔 所以來試吃喔 是不是 對對對 程老師試吃 並且講評一下 好 那等老師試吃的過程中 我們這邊又有互動問題了 想問一下大家 平常去西餐廳啊 最常點的是什麼煮菜呢 西餐有蠻多類別的啊 我最常點雞腿盤 雞腿排喔 對 覺得雞肉比較低油是不是 就會這樣子 就是 還是個人純粹喜歡吃雞腿 就是會 就是有理智在的時候 就可能會點個雞排 喔 理智 那不理智的狀態呢 理智斷線的話 有時候就會點個豬腳啊之類的 喔 然後糖羊炸雞啊 對 炸雞排之類的 欸 魚很新鮮欸 那是嫩的嗎 是嫩的 因為有時候烤魚真的會把魚烤得很乾 會變柴掉對不對 對 它沒有 而且它有入味 因為它有 可能有先抹過鹽巴吧 所以它其實在吃魚的時候 有淡淡的這個鹹味 那我覺得那個鹹很重要 可以提到 提出那個魚的鮮甜味 所以這個很高評價欸 嗯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魚 所以這個也很 就是中我的胃 了解了 那旁邊的 旁邊的菜 五顏六色的光看就覺得不錯欸 真的 那剛剛在擺盤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好看 其實它就是隨便擺都會好看的一道菜 但本來剛剛聽你在介紹的時候 它有點擔心 你說焦糖化的部分 因為它是 你說焦糖化烤蔬菜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我本來會擔心說 它會不會 真的烤得很焦 喔 看起來還好 感覺就是 火候控制得很好 那水分都還在嗎 嗯 有 我剛剛吃了一個菇 覺得還不錯 水分很juicy 那會有生味嗎 蔬菜是生味 不會欸 它是有熟的 那有味道嗎 有調味嗎 有 都有調味 所以它都是有微微的鹽巴調味過的 就是要清淡 但是也是可以吃得到食物的原味這樣子 不錯欸 這個如果說你本身是沒有吃很重鹹的人 喜歡清淡的人 我覺得這個不錯 它的調味鹹度都是拿捏得剛剛好 所以旁邊的菜也都是有微微的鹽巴去加上去過的 所以不是完全吃到就是單純的蔬菜的生味而已 老師評價很高 我倒想看看你會給幾分 這樣有壓力好大喔 突然直播變heavy了 這個呢 這道魚我也很喜歡欸 每一道都好喜歡喔 怎麼辦 每一位 每一位這個也有 嗯 這道真的要強調我們真的沒有業配喔 這是公正的給分 這個 這個我覺得更高欸 真的假的 趕快給它9.8欸 很高欸 很激進滿分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你如果在外用餐就是也要留意 像這個就是很棒的一個示範菜色 因為它有蛋白質 而且是低脂的蛋白質 然後呢 再加上旁邊有多樣性的蔬菜 所以我覺得營養分數給到比前兩道又更高的原因在這邊 喔 它應該也算是煮菜中相對低卡的對不對 對啊 如果說跟剛剛你講的雞腿排啦 豬腳啦 或是炸的東西的話 小便要去面對 要要面 面強了 那老師我想問 就是我覺得一定很多人跟我有同樣的問題 在西餐或是外食的時候很容易爆卡 請問就是老師 點餐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點餐的時候的小訣竅對不對 對 好喔 那個我覺得自己在 像我自己也會吃外食 或者是家庭聚餐的時候 一定也會在外用餐 營養師也是煩人好不好 所以我們不是不食人間煙火 偶爾還是會吃 但是呢 吃的時候要掌握一些技巧 就是你有想吃的東西 我覺得也要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是ok的 那我們剛剛在講外食技巧 呃就是剛剛提到說你要有想吃的東西 好這個叫做想要 ok 那滿足你的口腹之欲我覺得也很重要啦 因為很多人就是說吃東西就是要開心啊 營養師的工作難道都只是叫人家那個喜歡吃的東西 不要吃就好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營養師工作也太簡單了吧 所以我覺得 呃 要把他 外食技巧比較好記的話 就是 兩藥 然後 二部 好 所以二藥二部這樣子 兩個藥兩個不要 那兩個藥就是 第一個想要 就是你想想吃的東西你就點吧 沒關係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也要搭配需要 身體需要什麼 那基本的健康原則其實大家都會 比方說你可能知道說我要吃蔬菜吃水果啊 這樣子才能夠符合身體需要 所以當你滿足了自己想要的部分 你就要記得說我要再搭配一個需要 ok這叫做兩藥 那兩個部呢 第二個就是要講到說不要全糖 這裡指的不是說飲料不要點全糖喔 呵呵呵 而是說 當你在點菜的時候 不要全部都陷入說都是高碳水化合物的這個料理 比方講說剛剛在提說為什麼 鷹水豆泥這一道只有給到9分 就是因為他是澱粉加澱粉 那你如果煮菜 可能又選擇像這邊有披薩 然後或者是說我點了義大利麵 那又是一個比較高澱粉的這個料理 所以很容易就會不小心陷入澱粉加澱粉 然後你就那一餐的澱粉量特別高 可是蛋白質卻不太夠 或者是根本就沒吃到菜 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不要全糖 為什麼會特別標示兩個糖 當然就是不要精緻糖之外 也要記得每一餐都要有一些蛋白質進來 那這樣子也可以增加你的飽足感 然後對於對抗肌少症也有幫助 所以這邊要特別提醒 每一餐都要有一些優質的蛋白質 不要全部都是高碳水化合物 那最後一個提醒就是說 不要選煎炸的食物啦 做人不能煎炸有沒有 那選菜也不能煎炸 OK 了解 謝謝老師 那我們接下來就品嘗最後一道 好 披薩這一道還沒吃到 OK 這一道有一點點的糖 但我覺得它還是應該可以合格吧 一點點的糖是為什麼咧 一點點的糖咧 就是它是薄皮的披薩 那它的菜名叫做美麗充滿我 是由主廚特製的薄皮茄子雞蛋披薩 搭配新鮮的食蔬綠橄欖欖跟醃漬檸檬 並且使用傳統摩洛哥哈里薩辣醬 中東芝麻醬以及巴西里來增添風味喔 喔 這一道的那個調味很特別欸 對對對 所以它上面有一些是醃漬的番茄 是不是 應該說新鮮的食蔬 是新鮮的食蔬 是新鮮的食蔬 聚感來醃漬檸 喔 因為我們醃漬檸 對 我們點的是素的 所以它是給我們蛋 就是蛋奶素醬類 就是素食的話要特別提醒 就是像這個就不錯 還有記得加蛋 不然很多時候點蔬食素食的料理 就會忽略了蛋白質的提供 有有有有 就是我之前有吃蔬菜披薩 然後上面就是三色豆起司跟披薩皮這樣子 對啊 很常見就是這樣的組合 很脆欸 超脆剛剛有聽到我們這邊有聽到有超脆的聲音 你最喜歡吃的披薩口味是什麼 欸這個 因為離送來的時間可能也有一點了 所以現在吃到的都是冷的 可是它卻不減它脆的口感喔 我們現在大概距離送來時間應該已經超過一個小時了 目前還是非常美味嗎老師 非常美味冷的也很好吃 這一家也有提供外送 那我們也是使用他們的外送系統去點餐的 有沒有聽到 還是我們直播就到這裡 老師沒空講了直播就到這裡 對 老師直想我們這一段是直接給虧款的ASMR 很好吃 它的那個調味也都很剛好 我覺得這一家的調味都不會很重 所以它的那個鹹度拿捏的也很剛好 然後剛剛是說也有一點辣醬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它沒有很辣 所以如果你是不敢吃辣的 我覺得這一道也可以嘗試 是屬於哪一種辣?微辣嗎? 比微辣還小一點點 那就真的只是那種用來增添風味的 就有一點點類似說 我撒胡椒粉的那種小小小小的辣而已 我覺得它主要是那種辛辣的那個香 不是真的取它的辣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道也是很棒 那那個吃西餐啊 其實通常都會配個飲品 那因為我們預算限制所以沒有買飲品 但是我發現它的菜單上有非常多不錯的飲品 大概有什麼咖啡啊茶飲啊 無酒精飲料的氣泡水 可樂跟酒之類的 然後最近氣泡水超級行 號稱是減肥減脂聖品 那老師你也這麼認為嗎? 還有哪些? 那氣泡水是不是適合所有人都可以喝呢? 欸對啊最近氣泡水很多人很愛耶 顧名思義它是加了二氧化碳打氣進去嘛 所以你會覺得說有這個氣體 然後大部分是冰的喝 所以你會覺得有清涼的這個消暑的這個感覺 那顧名思義嘛它有個水字 其實它就等同於水啦 就等同於喝水 所以呢氣泡水可不可以喝? 營養師的建議是 就是氣泡水看一下上面的成分列表 或者是營養標示上面 有沒有寫到有加什麼果汁啊 下去做調味啊 因為有的是有風味的這個氣泡水 那可能就會加上就是額外的添加的糖 那你如果只是單純的原味的 沒有其他添加的這個純氣泡水的話 它就是像喝開水一樣 所以如果你是買原味的我還覺得OK 但是如果你是有買到有口味的有風味的話 那就要留意一下 可能在糖的攝取的部分要 其他餐次就盡量不要再出現金字糖這樣 對如果是氣泡水嗎 它就是很多的氣體囉 所以喝了以後一定會瞬間很有這個保障感啊 那你平常如果自己是屬於知道說 腸胃比較敏感啊容易腹脹的人 那你就盡量就避免喝氣泡水囉 不然可能就會讓你肚子脹得更難受了 嗯 老師你剛剛有說到 可能部分飲料會加糖 那我們不喝有糖 我們喝代糖的可以嗎 代糖也OK啦 因為現在包含很多汽水可樂啦 這些都其實有出特別出這個零卡的 那這個就是加所謂的代糖嘛 所以有些人他不管是針對糖藥病友啦 所謂的糖友他可能會用到代糖 那也有一些減重足 他可能也會想說用代糖比較能夠減少負擔 那這裡呢就稍微提一下甜味劑 甜味劑是一個統稱啊 那他的統稱就是指說 只要能夠帶給你甜的這個味覺的 任何添加的都算是甜味劑 所以販子呢 比方講我們用的砂糖啊 就是蔗糖嘛 那或者是說我加蜂蜜啊 加這個蜂糖漿啊 這些都是屬於甜味劑 那甜味劑我們把它大致分成兩大類好了 就是一個是有熱量一個就是沒有熱量的 那有熱量的就是像剛剛講的蜂蜜啊這些 那還有一些是屬於人工人造的 加工製成的 比方說在飲料店很常見的那個透明的 然後有點勾勾的那個叫做高果糖玉米糖漿 或者是在口香糖裡面會出現一些糖醇類的 那這些都是人造的糖類 那所有的糖呢 這邊指的這些天然糖或人造糖的話 他都會帶有熱量 那一般我們的糖都是大概借到3到4卡 只有糖醇 你看到他加的是糖醇這兩個字的時候 就代表他的熱量有比一般糖稍微低一點點 所以大概就是有熱量的部分是這樣子 普遍是3到4卡 那如果是糖醇的話就是可能是借在1到2卡這個範圍 那另外無熱量的就是俗稱代糖 代糖可能大家比較常聽到就是像阿斯巴田啊 糖精啊 醋黃內指甲啦 這些都是比較常見的代糖 那因為人體沒有辦法吸收 所以他就是把它歸類在沒有熱量 那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吃點甜甜的 我個人還蠻推薦有些人家裡就會種就是那個甜菊 那你就把那個甜菊葉拔下來還可以泡茶 那他本身其實就會有一些甜味了 那他也是無熱量的喔 那大致上來講 這些甜味劑都不算說明確的有害啦 但是吃多了的確就會增加很多的疾病風險 這是必然的 所以還是要稍微節制一點OK 了解了解 我是說到節制 可是知道外食有時候到一些餐廳 他們的明星商品就是大爆卡 豬腳 炸魚 就是當餐真的是控制不了 我必須可能從下一餐或前一餐來balance 對 那我們想問一下外食後的前一餐 或者是下一餐該如何balance我們的飲食呢 我覺得很多人其實這一題就本來就會有答案了 就像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說你等一下有預約我要去吃到飽 那你這一餐會怎麼做 很多人都已經有答案了 我這一餐就會少吃一點啊 因為下一餐要吃大餐我要划算 是不是 那這種就是一種balance啊 就是一種平衡啊 所以你上一餐少吃下一餐才能吃大餐 就大概是這樣子嘛 一輕一重這樣子 所以不管說你的外食 你已經預計好說我要吃什麼樣的餐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前後的那一餐去做調整了 所以假設說我今天下一餐可能就是 真的比較高油脂的料理 那我這一餐就想辦法把它做到無油料理 可能是水煮便當 就是這麼低油 那我下一餐油脂稍微多一點 欸至少也一樣一輕一重就可以取得一個平衡了 就是一整天熱量還是盡量控制住 只是把大多的熱量放在大餐哪一個上面 對對對 所以你不要每天都想著說啊 減肥是下一餐或明天的事情 那如果你每天都有這個思維的話 那就永遠沒完沒了 就不會有這個開始了嘛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在最近的一餐就要達到平衡 那這樣你的體重控制也好啦 或者是針對疾病的一些預防也好 都會有幫助的 老實那很多人會想說 那要平衡的話吃一點減餐 然後最近有一個很夯的 應該說一直以來很夯的減餐 是水果減餐 全部都是水果 那老師推薦嘛 還有就是 聽說TG跟LDLDLDL高的人不能吃太多的水果 那他們可以這樣子做這樣的減餐嗎 就是血脂比較高的人對不對 對 好 水果的部分我覺得也蠻多人會問的 說除了血糖控制水果要節制一點 那血脂比較高的人是不是也要少吃水果 那這裡特別提一下 水果可以吃 可是要限量供應 所以不能過於不急 因為很多人就想說 糖尿病耶那就不要吃水果了 血脂高那也不要吃水果了 有的人是做到這樣子的極端 就是覺得說 既然發現了確診了那我就不要吃了 可是在台灣不吃水果太痛苦 台灣是水果王國 台灣是水果王國 對啊 水果的種類那麼多又那麼甜那麼好吃 會失去天堂的感覺 所以比較重要的是說水果除了美味以外呢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幫你帶來維他命C 可以幫助你抗氧化 然後提升免疫啦 很重要的維他命C的來源 最主要就是靠水果 所以當你如果說因為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 而放棄了所有的水果的時候 真的是很可惜 因為你就會缺少了大部分的維他命C的來源 所以水果結論就是要吃 只是你要適量吃 那所謂的適量呢 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研究發現說 水果裡面呢是含有很多的果糖的 這為什麼吃起來那麼甜的原因 就是在於他有很高的果糖 那研究呢就是發現說果糖的攝取量 如果每天超過50克 那你的三酸甘油脂可能就會比較偏高 那這個50克是什麼概念 就是等同於說 我一天吃三份的水果 三份就是像拳頭 女生拳頭大小的三個 這樣就叫做三份水果 那再更高一點 當你的果糖攝取量一天來到100公克以上的時候 就會增加你總膽固醇就又上來了 然後低密度的這個紫蛋白膽固醇 就俗稱壞膽固醇也會跟著上來 所以剛剛只是講說 超過50克是三酸甘油脂高 那到達100克以上的話呢 就會讓所有的血脂的這個抽血項目都會高起來了 所以要留意一下 那100克是等同於差不多是六份的水果了 所以當你把剛剛在問說 我把水果當成是正餐 用水果餐來去減重 我就每一餐都是主要吃水果的話 那你的水果量一定就會超過這個份量了 所以減著減著 雖然瘦 瘦了 可是呢你會發現血脂都高起來了 是不健康的瘦法 那我喝一小杯鮮炸果汁可以嗎 好問題 有的人就會說我現在外食啊 沒什麼水果可以選擇 乾脆路邊有那個賣果汁的攤販 我就跟他買 而且他是用鮮炸水果 我點完他再拿去炸 這種種可以吧 馬上在你面前炸 應該夠新鮮對不對 對 好這裡有一個小陷阱 就是看到那種賣果汁的 他寫個炸汁 那個炸字的話呢 就有炸 小心有炸 為什麼 因為炸汁代表他就是濾掉那個渣渣嘛 只是取那個裡面的汁液啊 那這樣子這一杯的含糖量其實很高喔 因為我們回想一下 可能很多人過去都有炸柳丁汁的經驗 或者是你看別人炸也會大概知道那個概念 就是說我要炸出一杯250cc 一個馬克杯喔 的柳丁汁 大概要用幾顆 我在家要用8顆 8顆耶 好8顆 8顆就等同於吃掉8份水果 ok 真的假的 可是我有很多東西都 就是都丟掉耶 醬也這麼多嘛 是的 果汁就是這麼的 炸汁就是這麼可怕 所以才要跟大家提醒說 炸的 你真的要小心有渣 因為 這樣子很容易讓你不小心水果就爆亮了 喔 還是新鮮的攪打會比較好啦 那你就連皮帶渣的一起吃下去了 喔 了解了解 老師那那個除了血脂之外 大家也很關心提脂 嗯 嗯 可是現在沒有 目前好像就是 總是沒看到一個 所謂的體脂的 嗯 法定標準嗎 還是怎麼樣的 嗯 請問老師有這部分資料嗎 好 嗯 體脂 因為現在健身的風潮也很盛行 所以有蠻多人會去 呃 家裡都會買那種 可以除了量體重以外 也會量體脂的好 這種體重計 或者是有的人會上健身房的習慣的話 呃 健身房很多時候也會配備體組成的儀器 好 那在量測的時候 的確是 目前來講 沒有一個明確的準則 告訴我們說 應該要範圍多少 但參考說 衛福部其實有提供一個 呃 成人肥胖防治的一個指引 然後裡面呢 有針對 男生女生的體脂率 呃 有一個建議的數字 好 當男生的體脂率呢 超過 百分之二十三 我們就把它 列為說是過重 好 那如果是肥胖的部分 就是大於百分之三十 那女生通常是 脂肪是比男生多一點點 所以他的這個 呃 數字上呢 在過重的部分 是大於百分之二十五 那如果肥胖的話 則是大於三十八 好 所以這邊就提供大家一個參考啦 所以當你下一次在家裡自己量的時候 留意一下那個數字 有沒有在這個以下 好 那就比較是標準的 那我了解 老師呢 可是你剛剛說 增肌要多吃蛋白質 減脂要少吃五百卡 但增肌減脂這兩個是可以一起做到的嗎 哦 好 好問題 嗯 大部分減重的人很多都知道要 少吃多動 好 那你只要有做到少吃多動 一定都有達到減脂的效果 那至於增肌 好這個就比較有技巧囉 好 因為很多時候減重是會連同肌肉也一起瘦下來的 嗯 就肌肉就流失了 所以這邊呢 增肌減脂答案是可以同時進行 只是要有技巧性 好 那這比較專業一點啦 當然最好的還是能夠找營養師做專業的這個飲食的規劃 那會比較幫助你真的符合增肌加減脂同時並行 那比較好的是說你要留意的一下就是 在你的飲食當中蛋白質的攝取量 然後還有在三餐的分配上面是不是夠平均 好 那這樣子比較確保說肌肉不會流失 好 那如果要達到增肌甚至還要搭配能夠長肌肉的運動 可能像是阻力型的運動就比較有機會是增肌 所以這邊就是飲食跟運動都要同時來去做調整 才有機會是增肌減脂同時達到這樣的效果 有點辛苦 是啊 好 所以交給專業的 還有下面會有營養諮詢的連結 歡迎預言 那老師最後一個問題真的是被問到吧 減脂或減重一定要會算熱量嗎 這個我也很常被問 因為一旦聽到我的職業是營養師 第一句話就說 營養師給菜單 我想減重 給我一份減重菜單 好啦 減重菜單沒有這麼容易的 那又或者是說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很多時候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網路查一查 查一下熱量啊 是不是要算熱量啊 我覺得算熱量當然你會算的話很好 只是它很有難度 而且食材你看光是我們今天餐桌上這麼多 然後加上說很多食物料理都是複合型的 都已經混合在一起了 你要怎麼算熱量真的是挺有難度的 連營養師都覺得困難了 我想一般民眾更是有難度的 所以會算熱量很好 那至於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才可以達到減重 我覺得倒不一定 我們之前其實在書上面 很多人都有這一本支持我們的書 做自己的營養師這本書裡面 教的倒不是熱量 教的是分量 就是用家裡一般 你的家就有的喔 就是一般的飯碗或者是湯匙 來去算食物的這個份量 所以學會算份量 我覺得相較於算熱量 是比較在簡單一點的 比較容易執行啦 對呀 了解了解 買書啦 做公益啦 因為書的這個版稅都是捐給基金會再繼續 照顧更多癌症病友嘛 而且內容非常豐富 聽說有一公斤重 對 光書本就有一公斤重 很厚的一本 了解了解 那歡迎 就是大家可以上各大網路書店 都可以購買得到 你有電子版的部分 然後也可以向我們基金會購買 那今天的直播已經告一段落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的直播很有收穫的話 歡迎留言鼓勵我們 小便真的很辛苦 對 他們兩個都放棄了那個吃飯時間 現在還餓著肚子 正在就是幫大家做這一場播出 剛剛一直在吞口水 看著老師吃他們兩個很餓 好的好的 那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直播的有好康喔 今日起至10月4號完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追蹤FB 我們的官方癌症共癌基金會的FB 第二個就是留言互動 包含我們上面所有老師 以及小編問的問題都可以留言回答 而且還要再tag一位好友 最後最後就是要按讚 並且公開分享這一次的直播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600公克 有機鷹嘴痘一包喔 是的 就可以拿到這一包喔 可以抽獎抽這一包 對對對 那請大家多多支持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見囉 好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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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每liyo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